今天是大年初一 那么麻辣下午茶非常开心 可以跟观众朋友在这边过年 那么当然过年 一定要有特别的一些气氛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请到了一位专门会画国画 尤其对于画马 更是一位专家的国画大师 王岳老师 王岳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今年是马年 那您刚好对于画马 也钻研了很多年 其实说你是从四岁就开始 对 将近五十年了 五十年 因为我觉得马是 可以说是集这个 非常英姿的这种气韵 然后但是它有非常柔美的这种灵气 对 再终的这个动物 那么今年是马年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都希望能够有马的这种龙马精神 那么对您来说 您在画马的时候 您觉得最难画的 对于马的这个部位来说 最难画的是在哪里呢 最难画的应该就是马的眼睛 眼睛 它这个灵魂都在眼睛里面 因为你可以透过眼睛 看到它的心 看到它的情感 所以我画马就是着重表现它的眼神 这样才能体现出那个龙马精神 画马呢 其实马的结构和人的结构 它有共通的地方 是吗 你比如说吧 你比如说吧 画人咱们画三亭五眼 画马呢 就得先把耳朵画出来 耳朵画出来以后 这个马的结构就好找了 OK 先画耳朵挺好玩的 对 先画耳朵 耳朵呢 耳朵的长度就是 跟这个眼睛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就能找到眼睛的位置 眼睛是马这个最传神的地方 最传神也是最困难的地方 最困难的地方 有了眼睛的位置 我们先暂时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 OK 这是眼睛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 因为从耳朵到眼睛 正好是从眼睛到下部颗 是吧 我们做一个标记 对比例上 在比例上 它是有一个比例关系的 你看我们看到 这个嘴的轮廓就出来了 是 看到了 我看到了 简单几笔 这个轮廓就已经出现了 王老师 为什么马这么吸引你呢 我从四岁就开始画马 因为我们家门口有口紧 我在北京生的 那口井 那时候的北京呢 就是没有机动车 全是马车 所以呢 就是那口井呢 就是这些个马呢 就是会在 我们家的一个井这儿 喝水 所以每天跟这些马儿相处 对对对 然后呢 我就是在这个铺通口这个井旁边的 我就弄个小板凳 我得天天地画这些 这也变成是改变你一生的这个动物了 对啊 就是我 一画画了50年您说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马 非常喜欢马 但他们吸引你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是他们的这个灵性呢 还是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温和 还是他们这么懂得跟人的这种 这种交心呢 我也是很喜欢马 我想听听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马 因为马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 是吧 而且那马呢 它是 它不像我们养的宠物的这个狗啊 什么的猫什么的 马还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最得力的 一个 帮手 劳动工具 是 帮手 所以呢 马 为我们人类付出很多 尤其在当年没有这个 机动工业的时候 对 现在这个马的肖像轮廓 是吧 就出来了 画中的时候就把马的结构给挤出来了 哇 哇 哇 因为是中国年嘛 中国马年 所以我就 有点喜气啊 把马画得红火一点 大家感受一下这种龙马精神 真的是 要说明一下这边呢 是背着光的 所以背着光呢 它就受天光 天光就冷啊 是吧 冷颜色 所以我再 加一点 这罐加一点紫色 这边都是天光 加一点紫色 OK 哇 好美喔 但是有一种野性 那再加上一点 这个中国年的喜庆在里面 画它的时候一定要灌气 OK 嗯 不能甩 不能甩 不能甩柄 让它的中 自由地飘下来 这边马 我不知道什么 就有那种花美男的感觉 非常的美丽 今天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的挑战 好 十分钟之内呢 就画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水墨的这个马 您觉得怎么样 挺好 挺好 非常好 像一个这个盖着红盖头的新娘 很美很美 来 我们面对一下镜头 那这非常谢谢王老师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带给我们一个这个 像您说的红盖头的新娘 但是呢 又展现出那种想要急于奔放 然后有这个龙马精神的马 我还特别感觉 因为我为什么画这匹马呢 我就是今天看到了漂亮的主持人 大家看 我给你了点灵感了吗 大家看像不像 我也要红盖头一下 谢谢王老师 谢谢您 那么也祝您这个马年 马年新大运 然后呢 马年富贵平安 谢谢 身体健康 谢谢您 OK 我们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感觉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